巨大的落石当头砸下 游览车的挡风玻璃已经全毁 车后的落石更是足足有将近一个人高 酒寨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 山区吐石不断滚落 传出多起游览车和汽车被砸到 比较脆弱的小轿车 有的甚至被砸烂 看来触目惊心 这一家12人搭的小巴士 就是被落石砸中之后 他们紧急跳车逃生 还好受伤不太严重 但另外一个自由行的13人团队 就没这么幸运 陈畅涛满脸是伤 挣扎爬出车子后被送医 但却恨妻女失散 看着一家人和乐的照片 却只能躺在床上心急如焚 而这位在酒寨沟开餐厅的老板 为了救员工头部受伤 还缠着纱布 却也是心系景区内失联的家人 来自武汉的一对夫妇 更传出被落石砸中之后 母亲不幸当场身亡 父亲竟是在临死前奋力砸破车窗 将六年级的女儿推了出去 因此保住女儿一命 父爱的伟大令人动容 而意外不巧发生在父亲节这一天 也让人格外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